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沒錯,我們又去玩啦 你看這隻小狗還沒出發才興奮 CAPA,我們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在哪裡啊? 對了,我們又住酒店啦 我們現在就在酒店的B2 因為這裡有個Check-in Counter 是給小狗專用的 這樣分開樓層Check-in 令我作為狗主是非常自在的 因為有時候也不想影響到 一些不喜歡小狗的客人 還有今天是包了一個 鮮食,香港製造的狗仔鮮食 真棒啊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無邪專用升降機 還有很多不同的狗仔設施 你知道我們是哪間房間嗎? 我們是512號房 哪裡啊? 這裡啊? 這裡啊 這邊啊 小狗仔 好可愛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先去吃東西 已經3點鐘 我們什麼都沒吃過 一會兒吃完午餐 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間這麼漂亮的Snoopy房 真的超級誇張的 很多細節 我們來到酒店2樓的The Farmhouse吃午餐 晚餐吃過幾次 午餐第一次 很難得有個戶外的位置 可以帶狗仔一起吃自助餐 大家看看她的樣子很期待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所以一個負責拿東西吃 一個負責坐在這裡看著Chopper 男朋友回來之後 就可以出發拍給大家看 每一次來這裡都很期待 吃他們的雪糕 超級多不同的味道 是不是很難得聽到我吃凍夜 真的很棒 還有甜品也有其他不同的選擇 凍海鮮 下午有青口和蝦兩款 如果想吃麵包在龍蝦 就要晚上才有 旁邊會有冷麵和壽司 再旁邊就到慈生 師傅很好人 知道最後一段 夾了很多給我 然後Cocca類 會有火腿 有煙沙文魚 也有芝士 旁邊也有積制沙拉 另一邊熱分區 會有很多不同菜式 中式會有點心 即煮粉麵 然後有印度專區 有些咖喱 或者烤餅等等 然後西式飽肚之蒜 還有柳文粉 晚上也有 然後有些不同的菜式 還有牛扒 我忘記了拿腸仔 現在才知道 大家看到 因為我們最後一輪 很怕之後 趕不及再拿東西吃 又拍了很久 所以整桌都是 眼闊肚窄的情況下 我們是吃到超級飽的 吃完東西 就去酒店三樓 放一放Chopper的店 大家知不知道有個遊戲 我們很喜歡玩的 就是 很變態的 我們常常躲在Chopper 我有一公司 這裏都很可愛 我閒進去 等他整天玩到 不理我們 等他擔心你 是一件好事 剛才酒店的職員告訴我們 來到518號房間會有一個拍照的位置 都是Snoopy的 超大隻 好可愛 就會有一個位置給人打卡 吃飽飽之後不如現在跟大家來個Room Tour 這次連房卡的套都超美 是Snoopy的 一進門口就被床上的Snoopy吸引了 好可愛 右邊這裡就會有一塊全身鏡 Hello 不好意思吃完 現在飽了 另一邊是廁所 不過裡面有一位先生在 我們稍後再介紹 我們進這房間看看 連床都會有Snoopy 有Woodstock 超美 很有主題性的房間 看到嗎 後面這裡 床上有兩個花生漫畫Snoopy的房間 然後也有Snoopy的Cushion 再來就是一個重頭戲 大家看到窗外也有一些Snoopy貼紙 重點來了 這次帶Chopper過來 是一張Snoopy的小狗床 還有這張是可以拿走的 這是什麼 是不是Chopper的 對 大家看到這邊嗎 很可愛 地毯 是Snoopy的頭 然後床頭 是我相機沒有電 差點 這個是一個燈 是不是很漂亮 今晚可以先拍照 然後在書桌的這個位置 也有兩隻Snoopy杯 還有下面這個箭 超可愛 不過是不可以拿走的 因為旁邊有個notice 就寫明了 在這間房間的其他上面的list的東西 都是不可以拿走的 因為我們這次住的房間 可以帶寵物 所以酒店都會給了一些基本的用品 濕紙巾 狗糧 尿箭 還有一些袋子 都非常一應俱全 住兩天一夜是足夠的 然後書桌旁邊 有一張貴妃椅 然後外面看的景色 就是東區走廊的海景 好 再移過旁邊 這裏就是我們最美麗的景觀 大家不如看看這幅畫吧 在看廁所之前 這裡有個衣櫃 然後就真的到廁所了 有一塊鏡子 耶 然後旁邊這裡的櫃筒 是什麼來的 是一些不同的用品 但是上面的插畫 很漂亮 是香港的景色 還有一些很搞笑 這個是洗澡 然後有些什麼 很漂亮 這個牙策也是 這間房間沒有浴缸 是用一個站乾的設計 有一個冰淇淋 還有沒有情趣 Hello 先生 它的按鈕在旗桿外面 一按的時候 它這裡就會下了一個櫃 住這間Snoopy主題套房 還有一個Welcome gift 有一個很漂亮的toe bag 然後裡面有什麼呢 有K-look的travel set 我看到裡面有眼罩 耳塞 然後有一個Snoopy的保溫壺 超大的 還有一條毛巾 好可愛啊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真的room tour完 開箱做完之後有什麼做呢 這裡是北角 最近最新的地標就是炮台山的海岸公園 海濱公園 海隔離公園 新的公園 我們就會過去看看 玩一下 拍照 因為那裡也是Pets Branny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結果當然是完全猜錯了 它叫東岸公園主題區才真 由酒店走過來大約15分鐘路程 剛剛好是黃昏時間 當然要拍照打卡 平時的長腿照片 大家不要問我怎麼拍 問一下這位先生 他才是Expert 超級多人 比我想像中更加人山人海 已經是平日的下午 都這麼多人 可想言之幾熱滿 大家看看後面的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超多人排隊 走過去和他拍照 在這個這麼漂亮的時間 當然是坐下來欣賞美景 你看超級多幽哉猶哉 和我們懶浪漫 想像是一個深深的展影 晚上這裡也很漂亮 開了燈之後 我也覺得很值得過來欣賞一下 去完東岸公園 我們放下東西 休息了一會 之後 我們又去吃晚飯 Stickation的生活 就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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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吃 沒想過下午會吃到這麼飽 不過幸好我醒目 訂了八點半才吃晚飯 今天吃的這間餐廳叫Stickart 是比較吃偏西式的食物 例如一些扒類 一些意粉 意大利飯等等 繼續有我有酒精的精神 我男朋友叫的這杯門神手工啤 無論包裝和杯都超可愛 然後就來了一個餐前小吃 然後因為我們不肚餓的關係 拿了一個龍蝦湯和一塊扒 share吃就夠了 我吃了我想一半的份量都沒有 但是它的扒真的很好吃 medium rare做得剛剛好 作為一個有儀式感的人類 第一下一定要坑杯才喝 大家會不會都是這樣的 你們經常都問我 怎樣可以吃飯的份量少些 看看我的吃飯過程就知道了 男朋友吃五六口我才會吃一口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回電郵 要回大家的DM 所以我吃飯真的吃東西的時間不多 吃飽飽就回去 其實酒店門口有超大的Snoopy迎接我們 為什麼我好像這麼胖 我可以收的 剛剛我們就吃完東西回到酒店了 現在就在想有什麼做呢 好像沒試過IG一起開Live 也都沒試過Staycation的時候開Live 所以不如試一下吧 現在我先關機 Hello各位 我現在在拍片了 我今天去的地方很漂亮 大家都會上我的Vlog的啦 開完Live之後就為Chopper吃飯 然後你以為我可以休息可以睡覺 錯了 我帶了電腦過來剪片 所以我都剪到差不多凌晨才能睡覺 狗仔 起床啦 起床啦 好嗎 去Staycation一定不能錯過早餐 這裡的早餐Buffet可以說是包羅萬有 你想到早上想吃的東西都應該在這裡找得到的了 例如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蛋 有炒蛋 灑蛋 還有太陽蛋 還有一個是馬上做的鵪鶏 我選了洋蔥蘑菇 還有芝士 都蠻好吃的 除了西式 還有中式 這裡有點心粉麵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粥 還有這個是很受歡迎的Pancake 大家看到我也有拿的 這碗粥呢 不要看它 好像剛才白粥平平無奇 可以加鹹蛋 皮蛋 脆脆的蔥 是很豐富的 吃完早餐之後 我就去了旁邊的一間咖啡店 因為我們的包包包了一個甜品 真的吃不完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就拿了回家 包了兩件蛋糕 還有可以有兩杯或者兩枝飲品 這次這個吃玩睡Staycation之旅 真的過得很開心 還有很充實 多謝K-LOOK邀請我們來到HIGHER CENTRIC 香港維港海穴上碎酒店 體驗Snoopy主題套房 Chopper真的很喜歡這張 很開心 可以帶回家 大家如果有小狗 有寵物的話 不妨真的預約過來試試 這裡附近有很多 寵物朋友的地方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四日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在這裡 請到也可以按摩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有請你再次請到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